第四十题,请在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四十题 小兰在画有加号的白纸上置放一骚杯 将定量的硫带硫酸钠溶液及盐酸溶液同时倒入骚杯中并开始计时 直到溶液颜色恰可遮住纸上的十字时停止计时 如表示实验数据,试回答四十题 四十题是问,根据本实验结果可归纳出哪一个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实验中,我们的温度是我们的操纵变因 改变了温度,但是我们的硫带硫酸钠跟盐酸的浓度都保持固定 那我们这个实验,老师强调过,我们产生的沉淀量是一个定值 所以选项A说,温度越高产生黄色硫粉越多是错的 那我们知道,在这里我们看得到我们的钉的反应时间 温度越高,时间越短 所以选项B说,温度越高,遮住所需要时间越长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贾老师说过了 因为我们的沉淀量是定值,所以时间的导数代表反应的速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温度越高,我们的时间的导数就越大 表示反应就越快 所以选项C说,温度越高反应速率越快是对的 但是它并没有成正比,而是大约每增加10度C反应速率会加倍 所以选项猪说,反应速率与温度成正比也是错的 那么因此第40题问我们说 根据本实验结果可归纳出哪一个结论 那么我们答案选的是C,温度越高反应速率越快